Hi 各位我是徐明 Rocat在輕量化滑鼠市場推出空普隆 Air 之後 沉寂了一陣子 原來是在準備新的感應器啊 這次推出全新世代無線版的空Pure 直接把名字簡化成了 Pure Air 純淨的空氣 我用了一陣子覺得 這批真的好存 老樣子先談談外型 長度121 主打一個中小型的路線 相對於空Pure稍微長一點 但把高度降低了一公里 增加了一些對中大手的兼容性 Pure Air 是少數高點坐在中後段的右手鼠 冰爆的外型一向都很有原創性 鼠身左側有拇指凹槽 舒適度很高 我知道有那麼一派的玩家喜歡這種拇指不碰鼠墊的設計 拇指根部手掌肉的部位也沒有做得太外凸 不會有頂著肉的感覺 來到外側兩個重點 前段跟尾段外拉 尾段的部分讓手掌外側有良好的支撐 不會整個掉下去 中段內收前段再往外拉 可以小指內收抓握 但這個內收真的很裡面 我自己是無名指小指放鬆前擺 剛好放在右前圖線頂點的兩邊 這邊要注意按鍵蓋側邊外殼面往上延伸 如果無名指是完全伸直的握法 可能會加收指 但我放鬆斜握的用法會從外面握進來 就不會夾到 老樣子怕夾的 可以自己買防滑貼來加寬 整體握桿手掌下緣有大面積的接觸 上緣中空 用無名指小指來穩定右前端 是冰爆專門為亞洲玩家設計的中小型抓POWER右手外星 剛收到滑鼠的時候摸起來乾乾粉粉的 我以為有ROCAT祖傳頂級塗層 看資料才知道這次沒有上 我猜應該是為了要拼千亮花 但會讓我以為有 表示雖然沒有塗層 但這個霧面塑膠的表面應該還是有經過處理 手溫度升高的時候會變得有點黏手 再玩一下也沒有出現汗水堆勁的狀況 或是變髒髒的樣子 以沒有塗層沒有雅花來說我認為止滑效果是夠好的 POWER有黑白兩色可以選 白色是有點乳白半透的感覺 黑色則是你各位最喜歡的黑絲 兩個顏色都是開關打開LOGO燈才會亮 冰爆就愛玩這個設計 好看 重量部分54顆5孔的設計 這次ROCAT拼重量拼得很兇 左右幾乎沒有彈性 也不會觸發側鍵 上下有一點彈性 但沒人會這樣壓 實際遊玩的時候沒有任何感覺到的結構問題 整體長度是很足夠的 來到按鍵部分 側鍵位置做得蠻高的 這點要注意 相對來說也增加了拇指可以擺放空間 拇指比較大或是握法比較斜的玩家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按鍵外凸非常明顯 前側鍵做了小間隔幫助盲按辨識 好評 手感上沒有可以感覺到的前行程 按壓輕手 回饋的感覺是一個點的俐落感 聲音也還蠻小聲的 稍微有一些後行程但是會觸底 這個大小重量有這樣的側鍵手感 是標準以上的表現 前端有個DPI鍵位置很巧妙 平常真的不會按到 旁邊有個DPI顯示小燈 這個燈在電池低於10%的時候會閃紅燈 放這個位置不會被手擋到 這類的設計我一向都蠻喜歡的 看主按鍵之前可以從側面看進去看到結構 好像在偷窺的感覺 Rowcard有做一個簡單的預壓系統 效果不錯 確實沒有空間層 泰坦光軸在Pure Air上的手感 變得比較精緻 一點點的前行程 按壓輕手而且行程短 回彈沒有很強 但手感也不會像舊的光軸空洞感那麼嚴重 如果不按下去手指在按鍵蓋上面動 會有點塑膠摩擦的感覺 但實際使用的時候按下去觸發之後 通過一個有硬度的後行程 按鍵蓋會卡到外殼的槽裡面 ADS加左鍵射擊的時候不會左右晃 整體來說手感品質不是到最頂 但實際使用上完全沒有遇到問題 聲音不大 算是好用的光軸 滾輪部分拿掉了KPA的金屬滾輪 稍嫌可惜 應該是為了重量 每個銀件都要斤斤計較 刻度感有 但是沒有非常明顯 滾動屬於親手的 應該會是打APS玩家 拿來綁跳想要的手感 中間按壓力量則是中等偏硬 這點要注意 我們翻過來先看看屬貼的部分 應該是為了輕量化做了四邊三角形的外型 材質選得很好 倒數就很滑順 邊的處理也很圓滑 完全不會刮 加上面積小 所以整體速度還蠻快的 缺點是厚度做得太薄了 加上薯貼的線位槽 是一圈往外凸 所以如果用比較軟的薯墊用力壓槍 就會磨底板 或是刮薯墊 當然如果你不是壓槍很用力 那種玩家就不太需要擔心 我還是希望後面CorePad可以出厚一點的薯貼 這顆滑鼠不貴 多花個300塊是可以接受的 最重要的感應器換上了新款的Over-Eye 就是主流的3395 進到軟體看是可以調工作高度的 但是不能關Motion Sync 不能關也沒關係 調的好比較重要 可能是因為出廠有一點DPI偏移 或是感應器位置稍微有一咪咪偏錢 這個感應器我用起來稍微快一點點 注意這個速度是一致的 不會亂跳的 習慣之後就沒有問題 在跟槍遊戲中甩槍的手感 還有跟槍的部分 都是水準中的3395的表現 配上很輕的重量跟小薯貼 打起來是很舒適的 我當然也來去打了非常多場的CS2 這兩年這樣子測下來總是覺得 CS在感應器有沒有調好 這個方面的表現比較直接 Pure Air 該敲頭的都有敲到 穩定度是有的 壓槍的時候也不會因為Motion Sync 而感覺軌跡被蓋成東西在上面 不過可以調得不錯 3395也上市一陣子 感覺現在大家都很熟悉了 Pure Air 重量輕這點帶來的感受真的很直接 重心低而且至中 這跟滑鼠要打各類射擊遊戲都很適合 電量部分就是Pure Air 表現比較普通的地方 應該是為了減重所以用了比較小的電池 2.4G續航力只有43小時 實際用起來就真的差不多是那樣 驅動裡面開節省能源會降低燈光高度 提早進入自動休眠 不過喚醒非常快 這功能適合工作跟日常使用 也因為電池小冰爆說充10分鐘可以用5小時 是真的 我自己插著去吃個飯回來就幾乎全滿了 這個續航力換這個重量做工我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真的得要插著玩 內附的閃神線品質也相當不錯 軟但是有塑形性 重量也輕 配個線夾幾乎感覺不到 冰爆一樣給了Pure Air 3 模功能 藍牙模式就有125小時的續航力 加上按鍵親手 其實拿來上班用也不錯 Rocca更新了自己的小型右手外型 放上新的感應器然後進一步降低重量到54克 Pure Air 的整體表現我認為是超出它的售價 是一顆穩定好用的小右手滑鼠 很值得玩家來試試看 如果真的預算不足 也有有線款SEL可以選購 外型完全一樣 感應器是比較經濟款的3318 微動也換成傳統微動 線材則是比較普通的橡膠線 我用起來拉扯感稍微有點明顯 重量倒是稍微輕了一點 但我個人還是覺得 無線款本身就已經不算貴了 比較值得買 甚至如果冰爆加個塗層 用金屬管人 換個大薯貼 做成60克多賣我300 500 我都覺得很合理 好啦這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Jimmy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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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部影片看到 1121 2 2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